想见你 这部电影 你们有看过吗 虽然是旧电影 但我最近才看 然后里面呢 黄雨轩跟 陈玉鲁是演同一个人 王全胜跟李子韦是演同一个人 然后 黄雨轩跟王全社在同一个时空 陈玉鲁跟李子韦在同一个时空 一开头呢 黄雨轩的男朋友 王全社就 GG了 可能好像是飞机死死吧 我记得 所以 真是将你眼睛 闭了起来 睁开眼发现 这也是陈玉鲁 然后是个学生 同学当然就是 李子韦拉 活得有点 不知所措 以为在 做梦的时候 梦到自己是黄雨轩 但醒过来 原来自己是陈玉鲁 连我都怀疑 哪个才是梦了 好 于是又在陈玉鲁的 学生时代 活了一段时间 只要忽然 的 你给的爱 傻呀 反正 是不是听到音乐 就会跳到 跳脱到另外一个时空 扑朔迷离 然后 如幻事真 之类的 我真的 也搞不清楚 说哪边 是梦境 哪边是现实 然后就一直 沉迷 我也在 想要找出来 因为 真的很跳脱 然后又有 小房子 然后我想说 你这个小房子 被困住的是 是心境吗 还是 内心的小剧场吗 还是 什么之类的 看得有点 母沙沙 好啦 其实还是很好看 因为就是需要 慢慢的去 看后面的剧情 去理解 这首歌 也是我 就是看 想见你这部电影 才知道说 500的爱情的镜头 这个 这个英文 我不会练 这个英文就是 L-A-S-T D-A-N-C-E 反正只要 有这种音乐出现 好像就会 开始要 往 有一个 这世界上有一个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但是 他在另外一个时空 这部电影就是演说 他们 跳脱这个时空的时候 到那边 好像都是会听到 这首音乐 然后就跳脱 我有整个看完 那我看完 虽然 他为了让 就是为了让对方活下来 要放弃 跟对方相似 就反正整个回归到一切 谁也不认识对方 最后那样子 是蛮伟大的 但我总结就是 所以是 500的错吗 因为 听到他的歌 跳到他的时空 所以才害了 另外一个人 无助的等待 是否我一个人中 想听见你的挽留